依非权倾天下 第九章 大闹 中了慢性毒药 林初九躺在床上 强忍着扑下去进食的冲动 抬头看下立在桌子边的老婆子和小丫鬟 没有意外 看到他们眼里的嘲讽与得意 林初九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 吞了吞口水 虚弱地道 你们下去 我自己会吃 你骂的 真想把这一桌东西全给丢出去 没有香味就不会刺激她吧 可下人却一动不动 沉着脸道 大小姐 夫人要奴婢服侍你 大小姐你身子弱 奴婢服侍你起床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她那好继母 要人盯着她吃完 狠毒而又细心的女人 果然非要置她于死地不可 林初九绝对佩服这女人 可是 以为她和原主一样 会人人摆布 随便让人哄两句 就傻傻地把对方当亲人 任对方折腾吗 滚出去 林初九是恶狠了 可丢东西的力气还是有的 林初九抄起床上的磁枕 就朝那老婆子砸去 碰 林初九的准头非常好 磁枕正中对方脑门 鲜血的红往外飙 那画面既血腥又暴力 啊 老婆子尖叫一声 咚的一声摔倒在地 她身后两个小丫鬟健壮 脸色一白 再不敢上前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拖着地上那老货 给我滚出去 林初九手上虽然没有东西 可三天没有吃饭的脸 脸色惨白难看 做出凶样还是非常吓人的 两个丫鬟腿软 半扶半拖地把老婆子带了出去 留下林初九 还有一桌香喷喷的饭菜 桌上的饭菜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一般人肯定控制不住扑上去 可林初九不是一般人 林初九是一个自制力非常强的人 他能被第九局选上 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而林初九能让第九局看上的 就是他的坚毅 隐忍 林初九意志力非常强大 而且立场坚定 轻易不会动摇 从他牺牲自己 护卫六位不认识的情报人员出M国 就知道 林初九这个人 平时虽然胆小惜命 可关键时刻 却有大无畏的精神 三天没有进食 面对一桌香喷喷的饭菜 没有人不想吃 林初九也想吃 但一想到桌上那些饭菜 对自己百害而无一力 林初九就失去了进食的欲望 既然太饿太不想死 他也可以坚定的不动 但下人全部出去后 林初九掀开被子 把床上的药品全部放回医生系统 再三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什么 才下床 看到满满一桌 由大厨精心烹制的美味 林初九无声一笑 没有任何犹豫的抠住桌边 网上一掀 哐当一声 桌上所有的菜 全部摔落在地 无疑幸免 砰 房门打开 看守的丫鬟听到声音冲了进来 看到屋内的模样 大叫 大小姐 你在干什么 林初九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正正的看着地上的吃食 眼里闪过一抹寒意 他不想闹事 可有些人就是非逼他不可 这些吃食落地时 医生系统突然发出警报 说发现有毒物质 不过含量极低 不会致命 也就是因为含量极低 所以医生系统 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 直到他把饭菜摔了 医生系统发现有毒素的物质 数量过大 才紧急提醒 哼 林初九冷笑一声 既然林夫人要玩 那就玩一把大的 林初九收起脸上的嘲讽 面无表情地 看向门口的两个丫鬟 一字一字地道 我要见林相 大小姐 你说什么 丫鬟脸色骤变 一脸无措地看向林初九 大小姐叫老爷什么 你们没有听错 我说我要见林相 明天就要嫁人了 他还怕什么 怕以后没有娘家人撑腰 那简直就是做梦 即使他不闹 再乖再听话 这个娘家也靠不住 大 大小姐 老爷他 丫鬟手足无措 可坚定地不肯移脚 林初九早就料到 看守他的丫鬟 必然是继母的人 林初九一点也不担心 缓缓开口 告诉林夫人 如果成婚当天 萧王爷发现他未来的妻子被人下了药 会如何 慢性毒药在他身体内 医生系统能检查得出来 别的大夫肯定也能检查出来 皇宫的太医不是吃素的 只是他们轻易不敢说真话 大 大小姐 你说什么 我们不懂 丫鬟是真的不知道 而林初九也没有为难对方的意思 你们不需要知道 只要把这句话带给夫人 一刻钟 我只等一刻钟 一刻钟林夫人没有来见我 后果自负 林初九拉出椅子 对着门口坐下 对了 再给我送两碗米粥 只要白米粥 别的什么也不要放 两个丫鬟面面相去 不知该不该走 林初九也不催 看了一眼计时的沙漏 淡淡开口 你们最好颠领一下 你们承担不承担得起 坏夫人好事的后果 这 这 丫鬟一脸为难 看林初九信誓旦旦的样子 两个丫鬟真怕出事 相视一眼 其中一个丫鬟跺了跺脚 连忙跑出去找林夫人 看着丫鬟渐行渐远的身影 林初九笑了 嘴角沁着一抹淡淡的笑 慵懒地靠在椅子上 等着他继母进来 来日方长 他原本不想在这个时候闹 可那个女人不肯放过他 既然如此 那他就最后玩一把好了 敢算计他林初九 他会让那个女人后悔 当初没有彻底弄死他 想要当个贤惠寂寞 是件多么愚蠢的事 林夫人听到丫鬟的话 有那么一刻脑子完全空白 根本无法思考 给林初九下慢性毒药的事 除了他自己外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晓 林初九怎么可能知道 不过林夫人是个有诚服的 即使只有下人在 他仍然壮事无意地说了一句 初九那孩子在胡说什么 要见我让下人说一声就成了 扯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这不是丢我们林家的脸吗 林夫人摇头叹息 优雅地起身 不急不躁地道 哎 我去看看 那孩子真是的 都要成婚的人了 还这么胡闹 即使他身边只有下人 林夫人也习惯演戏 不管是人前还是人后 他都不会露出破绽 林夫人带着丫鬟 一态万千地朝林初九的院子走去 步子不快不慢 却正好在一刻钟内 出现在林初九的面前 初九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下人不尽心 告诉母亲 母亲给你出气 林夫人一脸亲切地看见林初九 一副慈母的模样 林初九没有吭声 也没有起身 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夫人 装 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林夫人也不恼 是一丫鬟搬把椅子 坐在林初九身侧 一脸关心的道 初九怎么了 不高兴了 是不是怪母亲这几天没来看你 初九 你也知道 你明天就要大婚了 这几天母亲一直忙着给你准备嫁妆 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 本打算晚上和老爷一起来看你 没想到你就先想母亲了 林夫人一脸和气 满眼的慈爱毫不掩饰 丝毫不将林初九冷淡放在眼里 这真是一个可怕女人 林初九不得不承认 她那个伪白莲妹妹 连这位夫人的三成都没有学到 林夫人眼里看到地上的饭菜 轻叹口气的 哎 初九 你把饭菜砸了 是不是饭菜不合你的口味 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 母亲本想着 你这娘家最后一顿饭要吃得满意 没想到夏人居然没有把事情办好 林夫人一开口 就把责任推到夏人身上 瞬间撇得干干净净 初九 好孩子 你想吃什么和母亲说 母亲这就让人去准备 不管林初九如何朗淡 林夫人都保持得体的笑 林初九知道 沉默对这位夫人没用 夫人 林初九开口了 可她一开口 林夫人却吓了一跳 甚至很不自在地道 初九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母亲哪里没有做好 让你不开心了 圆主和继母很亲 一向都是叫圆主的娘 至于亲娘 圆主在继母的糖衣炮弹下 早就忘了自己还有亲娘 可林初九不是圆主 她前世活了二十多年 也没叫过谁亲娘 林夫人想当她娘 下辈子都没有可能 林初九清扯唇角 冷冷地说道 夫人做得很好 实在是太好了 林夫人的心咯噔一下 保养得宜的面容 有几分僵硬 不自然地道 初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这么和母亲说话 难道这个傻货 真发现了她下药的事 林夫人暗暗捏紧帕子 心里闪过一抹不安 可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就凭这个蠢货 怎么可能发现自己做的事 林初九定是在炸自己 这么一想 林夫人又安心 不过看林初九的眼神 带着一丝轻蔑 不是她看不起林初九 实在是林初九 和她那个愚蠢的姐姐 一样笨 一样容易轻信人 当年 她还只是一个姑娘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弄死嫡姐 现在弄死林初九 这么一个小女孩 那还不是和捏死 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这一只蚂蚁一样 去死亡